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东莞的黄江广场 时装城 还有一个书城这边 应该也是东莞最早的服装厂跟书城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 它的周边已经是非常的淡了 而且我刚刚想往里面走 给大家看一下 走进来 有点恐怖啊 刚刚下了公交车 但是就直接走进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商铺都关了 也没有说写拆迁或者说之类的 但是外面只有几个 一个室多店 还有一个手机维修的 里面的话真的是黑洞洞的 有点恐怖的感觉啊 特别是到镜头这里 QQ男孩 哎呀 好黑啊 看 这边有一个档口在开着 这也不知道谁上这边来买东西 看这个是 好像是美容的 也还有 有两家人在 但是在里面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 关了多少 这很难想象 今年东莞关了很多家这种 大的商场 有几方面吧 在网上也看了很多报道 还有位于石龙最旺的商家 商圈呢 加勒福 也在今年5月的时候关闭了 那么加勒福 在东莞的石龙 也就石龙镇太平路那边 现代广场 那边还是写字路比较多呢 但是 也关闭了 都是效益不好 所以选择关了 虎门 也有好又多超市 老板跑路了 就是虎门的怀德社区 那边有一个好又多 也是锁门跑路了 这个在网上看的 他还拖欠了 工资大概有十多万 还有二十多个供应商 损失大概有四十多万 超市呢 还有手机 服装那些卖场 还有生鲜呢 都关闭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边这个商圈啊 黑洞洞 左右两侧偶尔会开着 但是你看 买货的人 没看到吧 咱们走着看一下 这些档口虽然开着 但是你说哪有人呢 是吧 看 这一个人没有 都是老板 这边也是一样 关的破位占一多半 你看这边一排的过去都是关的 现在这边的实体经济也确实是 很艰难 我们看到门上连最基本的转让都不用贴了 因为这些破位估计是没有人再来租了 只有等待着拆迁吧 像这种破位的话 转手再卖也没有人要啊 对吧 这个地方租金 就是租金太少也没有人来了 关键是周边没有什么人了 我们看 走出去这边一样 也是关着门的 这个小广场就是刚刚下公交车的斜对面 这里租了停车场 但是我们看这边 这就是东莞现在的一些商圈的现状 看这底下一排全部是关着的 可能一些相对适中心的会好一点吧 但是我们看这 这也是老楼啊 但是真的是挺凄凉的 往里面看一下都有点害怕 就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啊 真的是阴森森的有点恐怖 这边也是一样 它是两纵几横的几条路 这个破位的门口还斜着招租呢 但是看门口的灰已经很厚的一层了 这哪能租出去啊 看左右两侧也是一样 这些关门的 东莞原来多么的辉煌啊 外来人口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看现在的工业区可能是相对少了 包括工作岗位也相对变少了很多 所以人流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从这里走出来 看就是这个室楼店跟那个手机维修了 剩下没有什么 上页看也没 设计也没什么人 对吧 还有个福利彩票 这就等于是一个小的空商业圈了 这边是停车场 刚刚我们是从对面那里走过来的 顺着镜头 我们往左前方看一下 听他们说后面还有一个服装批发市场 咱们看看那边怎么样 现在是从后门那里绕过来的 也是这个商场的最底侧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小走廊 左边的这栋墙 外边就是服装批发市场了 这边是最尽头 咱们往前走看一下 这个是实地实拍 不是网上在哪里找的视频 十元一件 童装批发 还有老年服装 都是在轻货大降价 但是也很难清掉 这些卖行李箱的 从这里走过来 就是后面的批发市场了 走过来 我们看批发市场上的人也是非常的少 现在是下午的将近两点 按理说这个时候人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看街上 只有前面一个大姐 你看整个这么大的批发市场 才几个逛街的 这边有很多铺位是关门的 这是十字路口 这边看着还有几个人 咱们从这里走出去 嗯 这个是逛上场的 剩下还没碰到 他们也是在这里看着像煎熬着吧 做其他的也没得做 只能在这里守着 这就是一个整个市场概况 这也是最佳时间过来拍摄了 不是早也不是晚 最适中的时间 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觉得真实吗 好了 本期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 我会拍更多的实拍原创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